而花蓮市公所在去年执行原住民族地区特色道路改善计划获得了原住民族委员会颁证执行机优的机关肯定 而市长维嘉贤指出这样的奖项通常都是在六都来得奖 乡镇市能够获得中央的肯定相当的不容易 因此他也特别感谢部落头目的支持 以及市公所同仁促进部落发展的努力 花蓮市公所去年向原住民族委员会争取经费补助 针对吉科普、嘎年岸及大树大树南等三个部落试做连外道路 由于市公品质获得原民会肯定 在3月29及30号原民会召开的原住民族公共建设110年度 年终检讨即颁奖典礼当中 以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项目 荣获执行机优机关的肯定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也得到原住民委员会的一个肯定 那在特色的一个道路的部分得到机优执行单位 那我想这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六都来获得的一个奖项 第一次由我们地方乡镇市公所来获得这样的一个执行的成绩 也获得了原住民委员会大部分委员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也跟所有相亲报告 我们在这几个执行单位里面 特别要谢谢主任秘书 那带领了建设客长跟我们原型客长 大家通力合作还有部落的头目们一起来把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未来我们希望在有更多的地方 部落有需求的部分 也持续再向原住民委员会来做相关的预算跟经费争取 再次的感谢我们公所同仁们得到这样子一个肯定跟殊荣 未来我们会继续再努力 为提升便利性及安全性的目标 华联市公所积极向原民会争取原乡地区建设经费 在110年总计核定新台币2548万余元 市长威佳先表示 公所会再继续争取相关部会的经费补助 持续为特色道路提升品质 朝向促进部落经济产业发展来努力 记者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